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呀 请仔 过来 是呀 你过来 因为一个人做不到那么多东西 我想可以二十个左右 如果我没有救猫的话 没有帮猫猫 我想我未必会做到有一家牌头 七百万种生活 我的生活是自己亲手做的食物 赚回来的钱可以帮到更多流浪的小动物 在大角咀库多来商场小店混集 在这里就有一家不太起眼 铺头小小的外卖鸡煲店 就由芯田一个人去打理 芯田在大半年前开了这间店 主打麻辣鸡煲和麻辣鱼蛋 原发没有的 其实自己很喜欢到处吃鸡煲 然后就吃一吃一吃 大概就知道 因为自己也煮食 知道那些是什么味道 把酱皮搅拌下去 煮一煮肯就浸出 这个就是八家之大成的鸡煲 配菜都是常见的洋葱 芹菜 花椒粒等等 再配合这个芯田自己特别调制的酱 这样就完成了 虽然它是辣 但是会有一些甜味 你觉得它盖过了麻辣味 就很容易入口 做一个鸡煲备料 加上煮 我想如果计算一个 开始计算 大概45分钟左右 本身是住在这里附近 看来都好像挺吸引我 就订了一个来吃 一吃就上了人 还有你会想吃饭汁味 不是的 其实我们是不停想找时间过来吃 但是一直都未遇到时间 可以过来吃到鸡煲 真的没吃过鸡煲吗 没有啊 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有啊 乘客就有了 不过就吃到它们的辣鱼蛋 对啊 很美味 很好吃的辣鱼蛋 它很入味 外面那些是一粒鱼蛋 加了汁 它真的入味 对啊 有花椒味 我记得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街头煮食 鱼蛋最简单 鱼蛋就是放入汁里 鱼蛋 我自己也很喜欢吃辣鱼蛋 刚好那时候我又想起 自己又帮猫猫 又需要一些资金 可能去买猫粮 那些 然后就 形成了一个二卖的行动 森田在八年前 开始喂流浪猫 就想到开小贩当来 二卖鱼蛋 再将赚回来的钱 去救这些猫 应该是2014年开始喂猫 是的 一年365天 都不可以有一天不喂 因为其实街市里面 很多地方都很骯髒 它连喝水都可能是喝坑渠水 那你会想到这些东西 自己有养猫狗 那自己的猫狗 有这么幸福的时间 那你外面那些 一天等你那一餐 我选择冠冠 因为有些猫可能生完BB 或者有些是快来生BB 那它们吃的东西都会有些不同 而且它们都很简单 吃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OK 我想总共两边夹 都有20个姐 我想 除了做鸡煲 喂猫 连救流浪猫 带自己一脚踢 芯田在几年前就做了外协的CCCP义工 定期捕捉流浪猫去做绝育 竹猫最重要的是这个零食 这些很香口的零食 就是这些肉泥 就是猫戒 好像大尿醬爆牛丸 厌食症都会吃的 我们觉得猫猫的经验就是 比较多些这些 就会吸引力大一点 还有些物名 是布 因为要捕完它之后 你看起来 因为捕完它 它在笼里会很害怕 所以要立刻用一块布掩住它 让它觉得安全一点 就不会遭遇 贵猫加猫猫 现在就是11点 为什么要这么晚 因为街市的猫 和后巷的猫 是真的安静了它才出现 尤其是街市 街市关了 那些人的牌档收完 那些人还要洗街 那洗街的时候 它们是不会出来的 如果我在这里忙 到可能有时一两点 可能变了差不多三四点才去围 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会 在这里 你等我一会 它在这里 不见了它几天 不见了它几天 它去哪里 它每天都走 一会儿 它将围走 我想带它 如果你也可以我带它走 因为它越来越差 你这说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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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面 谁啊 不可以 这其实它是流浪猫 是一隻貓,剛才彈頸的叔叔是照顧牠的, 其實這個叔叔之前在橋底有露宿, 但這隻貓從小跟到牠大, 但這隻叔叔搬到別處沒有回來, 但這隻貓最近口腔發現, 牠們帶過牠看一次醫生但無用, 牠吃東西方面頗惡劣,所以我想幫牠, 但如果叔叔堅持都想牠陪牠, 都尊重牠的意見,暫時牠不太差的話, 或是帶些消炎藥給牠頂住 在裡面的,牠到處走的這隻貓, 牠以前在後巷,因為這間店不趕牠, 牠在裡面,所以牠就在裡面, 牠小小小,但我不知道牠出不出來, 牠小小小,過來吧, 是呀,你過來吧, 牠小小小, 牠之前再大隻,肥一點,現在瘦了很多, 開始嗅到牠的身體臭彷彷彷彷彷彷彷彿, 好辛苦呀, 現在這裡是多貓,我都不知道有多少隻, 多到都數不到, 好害怕呀,很多,很多蟑螂, 這裡已經算晚一點,恐怖一點, 這裡有很多垃圾, 為什麼要拿一張椅子? 因為那裡雪櫃要爬高, 我試過搭下來,所以穩固一點, 好勇猛呀, 為什麼要爬高位? 因為那隻貓不下來, 上面這裡也會有兩三隻貓, 他們都習慣在這裡吃, 很少落地下, 現在牠在這裡, 來了來了,來了, 什麼呀? 小強開始出來, 我見到了, 好,讓我看一看, 牠有多大高, 你看到那屁股高嗎? 噓呀,牠上場了! 是小強嗎? 是的, 因為之前, 有兩晚的東西頂得太入, 如果不收會越來越臭。 你覺得餵貓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挑戰, 挑戰蟑螂小強! 每一步走到地上都怕踩到啤啤啤聲 會踩爆蟑螂 還有很多塞 一次過幾十隻跳上兩隻腳 試過走進一些不知什麼地方 總之都是後巷 餵貓回去 眼睛又是狠狠的 可能那一刻沒有洗手 一痕就立即擦 然後由眼睛開始痕 那晚有一段時間不能呼吸 翌日去看醫生 因為全身都瘋爛 醫生說我應該是有個位置黏膜紋 是幾危險的 因為如果呼吸不到機會窒息 是有生命危險的 不能呼吸 以為那天可能焗焗的 熱的 悶悶的 就飛蟑螂在上面 走了不知 我們就餵這裡 這個 我就靠這些卡板踩上去 然後再餵 上面可以設置籠在上面 之前我捉的DVM在上面 然後再之前是一隻 壓星壓月這麼小的 淋濕小狠 我在餵貓時聽到牠們在喵 其實是不是很多貓 會住在這些 住的宅下面的平台的地方 對 我現在正在準備一些 捉貓的舌頭 為甚麼要捉牠們 是因為牠們未絕育 如果不幫牠們做絕育的話 就會大量繁殖 可能這裡有八隻 可能幾個月後八隻 可能又變了十幾 十幾幾何級上 二十幾三十幾四十五十幾 如果不做這件事 你想想可想來知道 這個情況是多麼惡劣 放龍在這裡其實沒有的 有食物引起牠 機關在前面進去之後 搭到一個機關進去的時候 搭到機關就會關門 我想CCV義工大概做了 五年左右 你有沒有計算過這五年 夠了幾隻 過了一百隻 本來我搬來這裡 初初的時候 看到有一對情侶在餵貓 在哪個位置 就在這個位置 有一天 這對情侶 就拜託了我 幫牠餵貓餵四五天 他們說去旅行 餵了四五天之後 就無法接觸到牠們 突然的人都不見了 自此之後就開始了餵貓 就是這樣 一餵就餵了八年了 本身是足球教練的心田 到大半年前 機緣口合下開了這間店 就順理成章 把捕捉回來的流浪貓 暫時放在店裡 然後等人申請領養 有了這裡之後 那個貓貓有人領養的情況 是多了的 還有時間是短了的 因為可能我的貓貓 可以放在廳這個位置 有時街坊或者網上 想領養貓的人不知道 可能過來看一看 實體可以有一個情況 可以跟貓有接觸 接觸的情況下 會快了很多 平時一隻成貓 可能放半年 放一年都沒有人會領養 現在可能放兩三個月 最快一個月都已經可以 可以有人領養 會有領養人的要求 就是家裡一定要有安全窗網 還有一定要家房 這個一定要抽到 就算幾網都要有 因為是他們的安全福祉 一定要清楚 沒有了 沒有附帶要求 收費的什麼都不會 都不會贏 他們就算現在不問 他們都會說 他們會自己說 因為他們都領養了 可能在其他義工 或者其他機構 知道要給你什麼資料 可能自己覺得分離 賺多少錢 大概多少錢 什麼職業都會告訴你 在家居安全上 就很高要求 在家居安全上 來吧 我和你講 身體的兩隻隻貓 你怎麼樣 沒有啊 很好 他們是我們領養人 拿兩隻貓 之前就進來時 摸一下貓貓 本來我們自己也有兩隻 現在四隻貓 如果這個時間 就玩一下貓貓 跟教練聊天 如果我實實識貓義工 我就完全不認同 我上面的說法 他就說 很難才領養到 他也會幫你家房 其實也不是超級高 沒有網上說得很誇張 要多少發射空間 裝好貓網 窗網 我覺得這些是很合理 我覺得真的很有心 和很好 因為真的 經常都會凌晨 去拯救貓貓 是隨傳隨到的 有一次 在大閣嘴 在後樓梯見到一隻貓 應該是別人的遺棄 超級快的 十分鐘就去到 救了一隻貓貓 在大閣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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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貓基本上是不知可以多久 可以很快 也可以整晚六、七個小時 在這裡等 所以尤其是捉貓的時間 是估計不到的 因為可能要等牠入籠 有時不僅是捉一隻 有時媽媽連寶寶 如果想一次過捉完 都需要時間很長 小時候受阿嬤、阿爺影響 因為我小時候跟阿嬤、阿爺住 牠們一直都有養狗、養貓、養龜 有記憶的時候 我阿爺救了一隻貓 自己養的貓是 媽媽爺的家庭後巷有一個伯伯 應該是老宿者 我記得有一次是被社署 警察帶走了 然後留了一隻貓 我阿爺帶了那隻貓回家 性格上應該兩個都相似 我媽媽、爺爺都很好人 間接自己說自己很好人 芯田由小到大 都有動物的陪伴 加上爺爺媽媽的影響 令到牠很重視動物 媽媽就踏上了舊貓這條路 除了在舊貓上得到滿足感 舊貓也意外成就了牠另一個夢想 很小時候已經很想有一間自己的牠的牠 是做食物的 因為其實自己很小時候就很喜歡煮食 對呀 那自己又喜歡吃東西 如果我真的沒有做舊貓 餵貓 或者做了想到有移賣這件事 我相信自己也沒有想過 自己會有一間舊貓 去做喜歡自己做的事 最大意義我是 多人來欣賞我煮的食物 從而在這裏可以幫助 更多的流浪小動物 希望將來可以賺到更多不同類型的動物 加上牠們真的很欣賞或者很讚美我的成物 我自己就更加開心 還有其實離親左右的街坊 大部份都很喜歡貓貓狗狗 除了金錢上的支持 還有物資上的支持 是的 就算少到好像 可能拍拖肩膀 說加油 鼓勵這些我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是的 有一段時間是 都想考慮離開香港的 自己很不喜歡在香港生活 在這個環境 機票也賣賣 但到最後上機前一個星期 自己覺得很捨不得香港 很捨不得這個地方 尤其是自己幫忙的流浪貓 我會想你離開後會怎樣呢 有沒有人接手呢 應該沒有 但那一刻 到了一個星期前 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都搞不定 差不多每天都在哭 很捨不得 就決定繼續留在這裡 繼續幫一下浪浪 幫得多多少 如果以後再計劃到 遲些就遲些再算 暫時在生命裏面 我想他們應該是第一位 擔心救不了貓貓 也會的 但我想的力量 應該比踢球少 而且身邊也會有些人幫忙 也有很多好心人 也沒有想過 幫到最後一天都幫 最後一天是 我們跪低、逛低、移動的時候 應該是